好 再来关心军公教退休凤 今天再度引发争议 在今年的三月份 行政院财政健全小组决议 为了节省国库的利息支出 现行每半年发放的退休凤 将从明年起改为每季发放 昨天傍晚 行政院发言人孙力群 也重申同样的内容 但是才过几个钟头 行政院长将一话又决定 还是维持每半年发放一次 外界批评政策急转弯的速度 比招令细改还要快 而孙力群今天则向媒体强调 一切都是他自己 没有精准掌握状况 绝对不是外传的选举考量 军公教退休凤方放政策 变来变去引发争议 还被质疑是选举考量 负责对外发言的行政院发言人 孙力群向社会致歉 也特别澄清 绝无选举考量 因为这个案子 不管怎么样提出来 结论是什么的话 对选举大概都是有负面的影响 所以如果有选举考量 当初就不会提这个案 下午的时候情况没有掌握得很清楚 所以在这边跟各位致歉 军公教退休凤政策 在16号急转弯 傍晚5点 行政院发言人孙力群对外表示 考量到政府财政 从明年起将从现行的每半年发放 改为每季发放 到晚间10点 却紧急发新闻稿表示 先院长将一话担心 影响民众个人财务规划 因此维持现行每半年发放一次 政策变来变去 也否决了今年三月财政健全小组 做成明年起改为每季发放 之后在暗月发放的决议 那在考量到可能造成我们很多军公教的朋友 还有或者是长辈退休以后 因为这样的制度改变造成不变 所以院长就在这个会里面就财势 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实施 孙力群表示军公教退休凤发放 从半年改为暗季发放 预计中央和地方可以省下 三点八三亿元的利息支出 如果改为暗月发放 则可以省下六点四亿元 但说法一天两遍 也引发公务人员的焦虑 攸关广大公务员的退休凤政策 公务员希望中央要仔细思考后再宣布 不然招令细改将打击公务员士气 记者联系朋友组台北报导